今天我们遇到灾难 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应对这个灾难 这个经文上讲的就最好了 那我们也相信 你家里的供养有这一步进 就能帮助你家的小灾年 如果这一步进能够在读书 能够在听讲 那就更安全了 比什么样的浮舟都离 它能产生真正的效果 那这个法门 这一步进 现在在这个世界 讲解 听闻 读生 羞耻的人 很多 我们现场听众不多 在卫星上听得多 在网络上听得多 还有很多 没有卫星网络 去试图的时候 用光碟的多 这么多人 都在听 这听闻 都在学习 都在念佛 这种感 不可思 我们相信 阿弥陀佛的印 也不可思 这是真正保佑 为地球 小灾 免难 这一点都不加了 我们看下面 这是念佛的解释 因此今 那今中第一节 请你先相信 阿弥陀佛 世尊末法时期 只有第一节 能普渡一切众生 八万四千法门 虽好 不去记忆了 就是说 这个世界上 找不到有这种 根性的人 来学习 只有依靠 这一步经历的方法 简单 心也知 就能过足 真心 真愿 真心 我一丝毫怀疑 都没有 所以心里有疑惑 要多听见 多听见什么好处 听明白 听懂了 疑惑就没有 叫破迷其心 帮助你建立信心 只要有真心真愿 你就取得往生的条件 最忌讳的是怀疑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